嗨 大家好 我是两性作家欣西亚 欢迎收看欣西亚怎么办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这位苦主的提问 亲爱的欣西亚你好 我是一个高中生 上个月在男友要求下把第一次给了她 但事后她却跟我分手 因为我的下半身不是粉红色的 她不但认定我不是处女 而且也说我私生活淫乱 请问我该怎么办 很多男生对于女生的下半身 常常会有许多的误解 今天欣西亚会先带大家讨论 最常见的三个错误迷思 然后之后再来回答这位苦主的提问 错误迷思一 性经验越多 下半身颜色越深 下半身的颜色深浅 跟性经验丰富不丰富 一点关系也没有 第一个是基因 所以全世界才会有 白人 黑人 跟黄种人的区别 而且很多时候 皮肤较为白皙的女生 她不一定下半身的颜色就会比较浅 有的时候反而比较深也说不定哦 另外穿着太紧深的衣裤 造成私密处不透风 或者是过度摩擦 也会让女生的下半身颜色变深 所以亲爱的男人们 请不要再用下半身的颜色深浅 去定义这个女生的性经验 到底丰富不丰富 管好自己比较重要 错误迷思二 性经验越多 下半身会越松弛 实际上女人下半身的弹性 跟延展性是非常大的 生小孩都不见得会让阴道松弛 更何况男人你们的老二直径 难道会比一个婴儿的头围还要粗吗 所以拜托你们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想说自己很粗很厚 可以把一个女生捅到松弛 我只能说那都是你们自己心里想太多了 而且如果性经验太多 会让一个女生的婴道松弛 那老二太细的男人 岂不是可以说是自己 一直抽插一直抽插一直抽插 而变成铁杵磨成绣花针了吗 错误迷思三 第一次一定会流血 第一次不见得一定会流血 因为处女膜很可能在女生运动 使用卫生棉条 或是行使医疗的行为 就已经不慎弄破 二来美国也有研究报告指出 并不是每个女生天生都拥有处女膜 所以拜托男生们 不要再用处女膜去定义一个女生 到底是不是处女 最后来回答这位苦主的提问 有一句话是 坐井观天 用来形容眼界狭隘 以为自己看到头顶的那一片天 就等于全世界 数据很实际的 如果今天苦主你的男朋友 性经验丰富 在床上月女无数 那他肯定见过各种形状 以及各式各样颜色的下半身 今天他认定下半身就只有一种颜色 粉红色 那就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他A片看太多 而且没有粉红色又怎样 老娘还没有嫌弃你 不够熊壮威武 没有30公分了 OK 赶嘴 去旁边玩自己吧你 女人的私密出不是樱花 没有办法开出像吉野樱那种粉嫩的Sakura 要赏樱花请去九族文化村或武林农场 不是粉红色非常正常 我们女生千万不要为了迎合男人跟社会的眼光 而轻易改变自己 这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有权力自己决定 套去邓小平的名言 管他是黑猫还是白猫 只要是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那欣西亚也要跟大家讲 管他是黑包还是粉红包 只要是健康好用的就是好包包 欣西亚出新出了 说明是我要的欢愉你该懂 欣西亚两性大胆说 解答床上的疑难杂症 教导欢愉的性爱技巧 提供最专业的性知识 请大家多多支持 一起 另外也提供和新西亚一对一线上咨询付费服务 有兴趣的话请去粉丝团私讯洽询 喜欢新西亚的影片 请按赞留言分享跟订阅 也别忘记开启小铃铛 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 我们下次见 拜拜